题目部分各位可以自行再参考一下 如果考题主要是这样规定 相关的里面写的还蛮多的 里面主要就是说要多过语系 多过语系部分的话就是两个 一个是繁体的 一个是英语的 所以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再复习一下 两个语系 接下来就是说 它里面的界面需求就是说 按一个下拉选单 这个下拉选单的 Spin的部分的话 按下去之后 它可以跳出什么 跳出一个就是选单 是110还是220 再来的话让使用者去输入什么 安培 安培部分的话 这边应该有规定 就是说是不是要小数点 安培应该要小数点 它好像底下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小数 它这边有限制 就是说安培数是使用什么呢 Infotype是Lumber and Dismal 就是有小数点的 也就是说让使用者去输入 多少安培 比如说一天使用多少安培 比如说一台电脑好了 你PC300瓦的话 大概算3安培 3安培的话 那输入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说 每天使用几个小时 比如说你 如果你PC不关机的话 24 你就输入24小时 对不对 然后每度电费现在多少呢 感觉上已经涨很高了 之前一度电大概 非夏日用电应该2块多吧 我要看看你用的几度了 那假如说3块钱的话 那你就要再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的话就是按下去 要有个计算电费 按下去之后 要能够秀出总电费 所以设计出来的话 画面上面就是第一个选什么 选那个speed呢 对不对 110220 那如果选110 然后呢 我们用PC是 假如说你是有500瓦的电 500瓦的power的话 大概就应该至少不止5安培 不过输5安培 那每天使用24小时 每度电假如3块钱 按一下计算 它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用一个月的话 大概多少钱 那实际上当然 当然这地方比较 其实没有太多的功能 应该这边旁边 安培旁边有个建议 比如说哪一种 哪一种家电 不然的话一般人哪有这个sense 几安培 光看到安培这个就已经头昏了 什么叫安培 对不对 还有呢 电费的计算是1000瓦为单位 1000瓦等于一度电 其实一般也没有sense 你说应该把它再简易 比如说你是用哪一种的家电 然后自动会跳出大概几安培 那比如说你冷气是分离式 还是什么变频 还等等的 它也会有个建议值 那你按下去之后才会有价值 另外可能还要再延伸 是不是可以比较一下 不一样的电器相差 像是PC跟Notebook 它的电力 我看了一下 哇这差太多了 这个一个Notebook的最大的 它提供的瓦数大概顶多是 50瓦以内的 可是一台PC的话 它的一个power大概都至少300瓦 所以如果说你家里在用的话 你要省电了 第一个要先把桌上型电脑给换掉 笨重又浪费电 所以第一个像我家里现在都不买PC了 这个家里是没有没有在用PC 因为PC真的一年下来的用电 其实可以把那个电费加起来 其实你可以买一台不错的Notebook OK Notebook没有耗电 相对的省电 相对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power 你看它的power 这个power最多大概就是65瓦左右 看了 看了看了 对了 那如果说你是在省一点的话 可能45-30瓦都有可能 而且现在有一省电型的CPU的话 哇那个耗电 像我跟各位讲那一台 那个耗电量可能不到10瓦 它的效能它是四核心的atom 跑起来其实 居然跟air差不多一样快 因为我实际上转档 我发现奇怪 哇 两个在转那个影片档的时候 居然速度是一样的 我想说才花10瓦的电 居然是以前要桌上型电脑可能要300瓦才能够 所以至少你看省了30倍的电力 效能居然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那当然是它技术上的提升 省下来的电力 所以有些小细节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其实像冷气机也是一样 你传统的跟变频的 电费可能会使用至少5倍以上 也就是你那个老旧的冷气 它的效率实在太差了 然后你如果用变频式的 可以差到5倍以上 那5倍以上 比如说吹一个小时 人家新的可以吹5个小时 那电费大概省下来 不过前提是你要多花一笔前置的费用 怎么算 其实就跟 这又回到上次跟各位聊的 那个什么油电混合车的那个问题 对不对 到底你是要省的是前面的 还是要省的是后面的 所以这个其实都 不过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工具 可以帮你们去做评估 那这个工具的话就是它的价值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几安培 然后使用几个小时 然后每度电多少 按下计算 就会出现一个结果 大概的界面是这样 那如果考试 针对考试部分 它这边有一些相关的公式 也提供给给我们 那还有就是说 其实如果将来各位去考试的话 真的去考试的话 其实最后你在做完之后 请各位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呢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评分项目 那其实 他一般的老师在评分的时候 会根据这个来的 也就是说呢 你做完之后 你要自己去审核的话 你可以先看一下 这地方有没有 这个面 其实就是activity面 然后呢 有没有名称 有没有正确的 按照那个相关的属性 如果有的话 就4分 OK 然后呢 相关的dissimo format 这个地方input type 有没有改成有小数点的 诸如此类 这些 如果你都有做到的话 那就会有分数 另外 像这个题目呢 不是说全部能run 才有20分 也就是说 你即便你程式不能run 但是你这些功能都有做的话 这个是UI上面的分数 有做就有分 不是说如果你程式写完 大概只有这个4分 那多过语系的话 如果你有做就有4分 只有做就有分 不是说最后能run才有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把这个 需求部分先做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再把那个UI部分 再跟各位做说明 给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的布局 它是要我们用的布局的方式 是用那个 relative layout 不是linear layout 所以 请各位在开启那个layout的时候 上方那个layout 可以试试看用所谓的linear layout 原来我们是用那个 不是 跟人家 我们本来是用那个linear layout 那请各位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用那个relative layout relative 那relative layout跟linear layout 最大的差别是 这个relative layout 它会自动去 去调整那个位置 但是你在布局的时候 特别注意 你要注意就是你要对齐谁 对齐谁 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可以试试看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